跑步三个月减肥十斤 我跑步一斤都没瘦 不仅没瘦反而胖了 玩完这个时候 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特别能够理解 最近两个月我大概瘦了六斤左右 目前的体重是我个人比较满意的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三个知识点 第一 跑步消耗的热量到底有多少 第二 科学的饮食方法习惯是什么 第三 上班族学生党要怎么吃 非常干货的仪器 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那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跑步消耗的热量要怎么计算呢 记住下面这个公式 举个例子 假如你50公斤 以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跑了一个小时 那你消耗的热量 大概就是425大卡 一个女生正常一天的热量消耗 大概为2000大卡 跑步8公里 消耗的热量只占到 全天热量的20% 不是说运动不壮 只是对于减脂来说 运动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那科学的搭配饮食方法是什么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好用的 211饮食法 来自于凡旦老师的教练 张展辉推荐的 具体就是根据每个人拳头的大小 211分别代表的是 两拳头的蔬菜 一手掌的蛋白质 和一拳头的主食 那在顺序上 一定是先吃蔬菜 再吃蛋白质 最后吃主食 这样的好处是 蔬菜和蛋白质会帮你提供 饱腹感 让你少吃主食 是不是很简单 非常好用 那如果上班族或者学生党 没有时间做减脂餐 或者工作太忙 没有办法做到有规律的饮食 就可以用代餐来替代 给大家介绍几个代餐的选择方法 第一就是要淋蔬糖 第二 脂肪要小于5克 第三 热量在100大克左右 第四 碳水和膳食纤维的比例 要小于5 比例越小 证明淀粉和糖内的含量越少 不易生糖和发胖 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代餐选择 给大家推荐我最近正在尝试的 乐质谷吧 首先从成分上来讲 它满足上面提到的所有条件 重点是膳食纤维比例非常高 达到25% 是我见过代餐包里比例最高的 比如这款 碳水的含量是11.2克 而膳食纤维的含量是6.3克 碳水和膳食纤维的比小于2 不易生糖和发胖 另外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友好 另外它的饱腹感非常强 大家如果早上来不及吃早餐的话 可以用这个搭配牛奶和咖啡 扛乐一烧 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口味 这款是抹茶口味的 里面还有红豆 口感真的很好 怎么样 好多运动习惯 再加上今天推荐的减脂生气 是不是对于减脂来讲 更加有信心呢 留言区告诉我 我会疑问